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上雷斯了,最後一場哦 這張貨 光 要欸他 嗚 發心了 欸 怎麼鬼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天才 或者大家可以笑我刀鋒 那這場的話是在 季末最後一天吧 對吧,這是最後一天 那明天的話就要開始這個新賽季 那這個新賽季的話我是用這個奎倫做一個 祭出大補帖嗎 那大家如果想爬排位的話是可以考慮奎倫這隻英雄的 那這場的話解說我大概會是比較偏向這個 純解說啊 這場的話可能就沒有加入一些生活融入在這部影片當中了 好 那我們一開始是被皮皮反野嘛 那皮皮反我們的這個古墓 還是幫我們看我們的藍區 沒想到對面皮皮還在我們的藍區 那我們就紅開 紅開的奎倫 這版是比較 比較少見一些吧 因為我覺得 冷卻基本上對打野在前期的話 技能施放比較多會比較有幫助一些 所以正常來說我都選擇藍開 除非有這種即時例外 像你看皮皮路野嘛 哇外面音樂怎麼這麼大聲 好的 然後我們把我們這個紅bub吃完之後 出了一雙這個鞋子 前面的話資源比較快 那我們先不要理他 對面打野是納克羅斯 納克羅斯極右 非常可能待會會來做一個 路野的動作 那我們也不要太害怕 我們就繼續把我們的野怪給收掉吧 一個一個慢慢吃 因為對面是選擇這個皮皮輔助 皮皮輔助的話 前期來說比較相對的比較這麼煩 是 這邊的話我們阿萊斯2是被殺掉 對面的這個中路是拉茲 拉茲在前期來說也是非常兇猛 拉茲、納克以及對面的皮皮 我們藍bub是被這個拉茲跟這個納克給拿走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是不會死的 雖然我們還沒有到4級是有點可惜 這場前面開局是被亂的 有點小逆風 我自己的這個打野 我們按一下大招衛生級 我們把這個中路兵給吃了 我們等級就順利到了4級 對面菲尼克也是非常兇 這邊的話絕對是不能打 我們直接往後拉吧 那我還想出用一個惡意技能去兇他 因為我們的隊友都來了 那前面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你就只能盡可能的把你的這個野怪吃到囉 那如果野怪吃不到 那也沒有辦法 不要死 就比較OK 比較不會這麼傷 好 那這時候我們的小野怪出來了 代表我們的紅buff也要出來了 我們的紅區野怪出來 趕快去吃我們的紅區野怪 這裡的話對面皮皮又來亂 那妖怪我這個紅buff又被吸走 那沒關係 這個打野 你最主要的話 就是先注意你的經濟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的野怪一定要先吃完吧 吃完再去幫隊友 那Gank不到的話去收一些兵 這些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那對面的皮皮又來 我們的古墓也是幫我們顧 對面皮皮實在是非常的煩 他塗一個這個泡泡 我不是不能打 打這個紅buff的 不然我也會跟著扣血 這人的話第一次被皮皮亂成功 對面納克把我們這個殺掉了 那也沒關係 就一換一把 我們前面 三分鐘 我們野區是被亂到一個徹底 對面納克又出完這個魔龍赫爾德 那這個比較逆風的這個場次 到底該怎麼打呢 那對面納克一個人進行路野 那這時候我們一個非常兇猛的三個人夾擊 阿萊斯克綁得漂亮 我們出完紅buff之後 一個E技能 那配有阿拉斯克以及古墓 把對面納克羅斯殺掉 這時候我們不要吃兵 不要急 趕快把我們這個野怪之類的趕快清完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對面的這個銀咒 那我這樣打起來了 那我看是支援不到了 那我們就先回去吧 因為這個是新耀衣滿新的場所 那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是有一些實力了 那所以我是選擇 比較去做一個支援的方式 那如果說你基本上你是單排的話 單排 單排的話這個打法就是野怪 兵線 然後如果你覺得那邊打起來 受不到人的話 就不要過去了 繼續吃兵跟吃野怪即可 好的 那在這次的這個版本當中 奎倫是有著做一個更改的 那我是 因為我這部影片是 還沒在更新前 更新後才發 那所以 可能還沒有看到奎倫更改 是說什麼 可能提醒 像蝙蝠俠一樣的那個標記 是不是 奎倫可以看到對方是不是看得到自己這樣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對奎倫這個 一個改動 對奎倫新手玩家而言 是非常的非常的 友善的 我覺得 我們打一下這個過去選手 兇兇的打在他的身上 700 700的傷害 OK 配合阿萊斯特一個普攻 把對面拉茲給結實了 我們這個經濟 現在其實是不高也不低 那邊奈克羅斯還贏我一個等級 哇 有點兇 快樂跟刀鋒這兩隻英雄 皮皮 皮皮要滾去 快樂跟刀鋒這兩隻英雄 其實他在這個裝備跟等級是不高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太好發揮的 真的 所以我玩這兩隻英雄 我一直死命的龍 哇 對面這個皮皮跟這個納克羅斯都在這邊 他們會來亂嗎 這裡的話我們先不要用二技能打 不然的話我們就沒有位移了 我們先把這隻野怪拖到這個草叢 納克又進來 這個紅Puff 又被他反走了 對面實在是蠻厲害的 在這個S1 這個新耀場 新耀E滿新的場次 真的是 有一點水準 真的 普攻先解除我們的隱身 增加攻擊力 然後隊友把納克羅斯殺掉之後 我們是非常兇猛 感覺 是可以的 我們直接打一下對面的這個菲尼克 把菲尼克 這個鐮刀打出來 再把菲尼克做一個擊殺 大絕躲掉拉茲的這個波動 然後再把對面拉茲做一個擊殺 那這時候你們注意到我的鐮刀還在 然後這個魔龍傷害就是稍微扭一下 再又做一個21 二技能打在他身上 降低傷害 然後一些多餘的傷害就別吃了吧 21技能 那我昨天在直播的時候 其實是很多人問我說 奎倫的這個裝備 奎倫的奧義 裝備的話基本上就是這一套 那我最近的話 最後一件會喜歡 畫那種天叢雲 因為在切坦克會比較好一些 那在這個奧義的部分 是在暴走 刺殺 以及龍爪 那我個人的話會塞三顆奪萃 看你們個人習慣了 因為基本上 比較推薦的話 是全部刺殺 因為傷害跟跑速都比較高一些嘛 那如果你塞奪萃的話 要剛剛好抓那個距離 所以有時候會比較難一些些 這邊看對面打起來 一個21技能普攻 把對面拉茲直接打到一個殘血 這時候匹匹我們不用大招隱身 直接一個21 這時候看到對面納克羅斯 配我們大招的位移 一個21 把對面納克羅斯給打殘了 這邊的話 這個藍buff就由我們這一方給收下了 這的話 稍微蹲一下 等一下技能CD 納克羅斯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來吃這隻小野怪 這個就是經驗了 好的 納克羅斯已經沒有招了 還敢來啊 OK 一個大招接個21 真正把對面的納克羅斯 做一個秒殺 再很順利的 行走如雲 去對面的野區 收收他家的野怪 把他的野怪收掉之後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我們隊友的狀況啊 我們這個上路是被殺掉了嘛 我們邊線銀咒 那我們這阿萊是想打的 那我們就作為一個支援 那到底支不支援呢 我覺得主要還是看這個經驗 看你覺得這隻英雄的特性啊 性質之類的 然後還有說 你當下的經濟發展 那這時候我們的這個銀咒 是開始拿我們的這個藍buff的 那也沒關係 解除隱身 一個21打在對面拉茲身上 我們這時候也不用急 我們就往我們這個位置吧 就往後站嘛 就可以把對面拉茲給殺掉 因為他躲不掉 後面有阿萊跟古墓 前面有我 那皮皮就算來救他 也是來不及啦 我們這時候等級已經稍微拉回來 經濟有拉回一點點 那如果假設你看我們這局 前面開局被亂到不要不要的 那也不要太緊張 因為在後期 基本上你是 這個版本 在這個版本當中 因為小兵的錢其實是 算蠻多的 在五分鐘過後 小兵的錢一多 基本上你前面逆風 也不用太害怕 因為你後面吃個一波 兩波兵 基本上你的經濟就拉回來了 是啦 對面菲利克直接滾一個 阿萊斯克一個強控 把對面菲利克給抓掉之後 對面納克羅斯一個二技呢 沒有抽到他 相當可惜 那你們現在注意看一下我戰績 現在總比數是18比6 那我們戰績是616 其實是相當的好的 好 我們這時候就稍微去農一下兵吧 把這個上塔稍微推掉 這一波兵你看76塊 48塊 再加一個炮車 131塊 再加一個塔 52塊 這時候你看我們經濟 基本上也是領先對面的阿 好了 接下來過程就是收一些野怪阿 吃一些大型物件 然後配合隊友做一波凱撒 在我們前面這麼逆風的情況 後面還可以完成這個20比9 然後是616的這個戰績 那奎倫這隻英雄 我們說到了嘛 基本上 他就是要抓後排 因為我們本身的定位是刺客 刺客就是要抓後排 抓軟皮 對吧 那你把這個軟皮給抓掉 在這個會戰來說 假如你是1換2 你自己死了 但是你換了兩個 那隊友去4打3 這是比較好打 這是合理的嘛 那我們所以我們這場的這個定位 就是我們後期抓掉對面的拉茲 對面的納克 對面的菲尼克 我們一個人死掉 如果換了他們兩個 那也是很賺的 又或者是呢 你一個人把對方全部換掉 你自己反而沒有死 這也是非常賺的 好了 這時候打一波會戰 我們利用奎倫的這個武術血 以及他這個大絕加做2-1 哇完全沒有打到人 有點小尷尬 但是我們前面還有這個死神連刀 我們一個2-1技能 一個1技能就把對面菲尼克給秒殺了 再加上我們這個打野刀 還有全能武器 再加上我們自己本身的這些奪萃 我們這個吸血效果是非常良好的 這時候我們的江西南老公給我們一個治癒 我們完成了這個皮皮 完成了一個三連殺 這時候一個2技能 錯一下對面拉茲 這個過氣選手應該是嚇死了 我不是說他是過氣選手 是他的名字就叫過氣選手 這兩次的影片 大家名字都還蠻有趣的 那一個2-1技能打在對面拉茲身上 對面拉茲是退了 我們就這樣把對面的主堡做完成一個 Endgame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 影片加幫按個喜歡 因為我都會看到 希望這一次的這個 祭出的這個大補貼是可以幫助到你們的 那也是希望你們大家可以用奎倫這隻英雄 在你的這個新賽季打出一個 一片光明的這個成績好不好 就這樣完成了五連勝拿下的MVP 上到這個S單排 這S12的最後一隻帳號 那如果大家是想要看我自己的這個個人的一些日常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BSK665 那現在每天晚上都在臉書指揮完刀鋒 晚上星期半進行直播喔 那大家想要看的話可以來追蹤 謝謝大家觀看 大家掰掰囉